大家好,我是小河 欢迎大家观看QT入门视频教程第三节 这一节我们主要讲两个知识点 第一,如何使用代码创建一个窗口 第二,深入的理解一下QT的信号与潮机制 首先我们就讲一讲如何使用代码创建一个窗口 这里我们实现一个查找对话框 先看一下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查找对话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基本元素 有一个label,一个输入框,两个按钮和两个复选框 下面我们就自己用代码来创建这个应用程序 首先呢,打开QT编译器 然后新建一个工程 我们工程名就叫FindDunago 激烈的话,这里我们选择QDunago 然后类名的话就叫FindDunago 这里注意要取消创建界面 如果不取消的话,它就会创建一个Ui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快速创建界面 可以使用这里,使用这个Ui文件 这里我们取消它,使用代码来创建这个窗口 这里要这个应用程序基本框件就已经做好了 下面就首先加入我们要使用空间的相应的投文件 这里还记得有一个QLabel 然后一个编辑框 QLight 两个按钮 一个查找 一个关闭 然后是两个复选框 QCheckBox 好像基本元素就这么多 没有漏掉 接下来就是定义 这几个元素 这里我们定义几个指针 QLabel 成员变定的话 最好是加上一个前缀M 有一个Label 这样来吧 一个QLight 有输入框 然后是两个按钮QPushButton M 发印的Btn 查找按钮 然后是一个关闭按钮 变量取名的话 最好也是不要随便乱取 最好就是能够见名之意 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然后是两个复选框 第一个是大消息 M case 就是是否匹配大消息 然后是一个搜索 搜索是否向前搜索 也就是查找到文件末尾的时候 是否向前搜索 Buck Word 我们要用的空间 这里就基本已经定义好了 然后呢就是信号与潮接下来就是要定义我们使用的一些信号和潮 比如说这里就有一个信号与潮的保定当我输入在这个编辑框输入文字的时候 那么这个按钮呢 它就变得有效 如果 编辑框里面没有内容 那么这个按钮它就变变成无效 这就是一个信号 这就是一个信号 我们接下来是首先定义信号 Single 其中有一个信号就是查找往下查找 Findlex 我们给它指定参数 这是一个常量的引用 使用引用的话是可以提高程序的效率 但是要说多高了也这个也不见得反正啊 细节地方多注意吧反正尽量提高程序效率 然后是向前是Findlex Findperverse 第二个参数是 是否大小显 是否要区分大小显 待会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一个美举这个东西是一个美举类型 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下帮助文档 然后就是我们要使用的 潮函数 当我们按钮按下的时候 潮数的话 我们公司要求是潮函数必须加一个按这里了我也就加一个按按 Find click 就是我点击 触发这个点击 他一个响应的函数 然后就是一个是否有效一类不 这个信用呢就是说这个潮了是否让我们的 翻译的按钮 有效 有效和无效 无效 两种状态也就这里的 可一点就不不能点击 下面 成员函数加一个private 接下来就是 添加 函数的 函数体 这里有一个会计的方法就是说 右键选择我们要添加函数体的 一个函数名 然后在 re factor 里面 有一个快据显像 这样就可以直接在cpp文件里面 创建一个他的函数体 接下来就 实现构造函数 初实化 我们刚刚定义的一些 成员变量 比如说 类似的 定义了哪些呢 有这么多 我们来 初实化他 首先是一个雷波 Q雷波 可以看一下这个程序 当我按住 alther键 然后这里 有个fine w下面有一个横线 真的是一个快速定位的 一个热键 当我按下 alther 然后再按下c的时候 他就会定义到 这一个空间上 当我按下 alther 按下b的时候 他就会定义到 这个空间 这个其实是 我们 使用了 qt的 啊 一种 很好的东西 怎么做呢 首先就是 T2里面 一个 雨的符号 这里 有雨 一个w 表示我们 按下 alther键 再按下w 那么就可以快速的定位到这一个空间上面 然后呢是一个输入框 qlid 然后就是给这个label定一个body 一个伙伴关系 定一个伙伴 c的body 把它qlid那个lid的输入框 定为这个label的body 就是这里的我们 焦点定位到这个label上面那么 它的焦点就会自动转移到 这一个qlid 这就是一种伙伴关系 然后是 两个 我把它烤过来 真的是一个负选框q check box 然后是显示的文本 比如说我们是匹配大小型qmatch match case 然后是一个是否向前搜索 这里我为了快一点就 拷贝了万 然后是search buckword 接下来就是两个按钮 一个查找按钮 还有一个关闭按钮 按钮 牛有push button 我们这里是fine的 按钮 按钮 默认我们让他去死人 也就是不可点击 然后是这个 关闭按钮 留一个 qpush button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对象 我们声明的那个 变量成员变量指向他 这里是close 关闭 这里 接下来是 初始化过后 绑定潮函数 绑定潮上潮函数过后最后一步就是 界面布局 我们按这么一个顺序来 写这个小程序 然后是绑定潮 信号与潮 这里呢 有一个潮 当我们 在 边际框里面输文字 这个 按钮 变得可以 点击 这呢就是这个 lighted 这一个 他的一个 默认的有一个信号 single 叫text chinger 然后我们让他去 触发 触发 我们写的一个潮函数 你说一类 unelable final bdn 就说 这个函数里面待会我们要实现 这里要写一个z 表示当前的 然后我们的自己写的一个潮函数 unelable bdn 是否让这个按钮有效 接下来就是 我们点击 这个按钮 他就会 执行一个操作 当然这里我们具体的执行什么操作没 就不去写他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的信号语潮响应写出来 final bdn single 点击他 然后 我们自己写的一个潮函数点击 接下来是这个关闭按钮 关闭按钮 close bdn 还是点击他的时候触发我们的信号 执行一个关闭的潮函数 close 接下来就是 信号语潮我们已经 把需要的信号语潮绑定起来了 然后就是 对这个界面进行布局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布局 这个label和这个lighted 他们是一个水平布局 然后这两个按钮 是一个垂直布局方式 这两边 两个复选框 也是一个垂直布局 然后 左边 这个label和 qlighted 这个水平布局和下面两个的垂直布局 再来一个垂直布局 再来一个垂直布局 也把它框起来 这里我坏坏一个图 表示一下 用画图程序 简单的 坏一下这个布局 这里 这里要先是一个label 和一个 qlighted的输入框 他们是一个水平布局方式 然后下面是两个 负选框 checkbox 他们是一个 垂直布局方式 这两个垂直布局 然后右边是 两个按钮 也是一个垂直布局方式 最后呢 再 将他们所有的空间 放在一起 用一个垂直布局方式 将左边右边 包含起来 这就是 这个界面的一个布局 然后呢 我们就来 写这个布局 首先呢 是 一个水平布局 把这个label 和这个输入框 放 放起来 q 先还是加 投文件 布局的投文件 这里我们要用到水平布局 q q q box 雷尔的 和一个垂直布局 q vbox 雷尔 然后 然后 左边上面 我们取个名字就叫做 Lift TOP 雷尔的 去 然后实力化 接下来 接下来给这个布局 加入微积的 A的微积 我们要把这个雷博 放进去 再把这个输入框放进去 也就是把这两个空间放到一个水平布局里面 然后再来左边 下面这两个负选框 用一个垂直布局 qvbox 你就叫Lift Bottom 这里 啊 我看看需不需要不需要把这里就一个整体的一个 这左边 这两个我们现在就不单独布局了 就把左边整体的用一个垂直布局 把它放起来这样应该 看起来更简单 简单一些 就要QLift layout 如果你要把左边下面两个框起来 也是相先垂直布局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左边的布局 Lift 我们先把上面那个 布局把它加进来 上面 左边的上面是一个水平布局 Lift TOP 加一个布局 然后再给这个 左边的布局 Lift 加两个Widget 把这 两个负选框 加进来 A的Widget 而注意这里是前面一个A的Layout 是加入一个布局 这个布局是已经 排列好的一个布局 一个水平布局 然后下面是A的Widget 加入两个空间 然后是右边 右边两个按钮 Right Layout 这里要用指针 Nutra的对象是 用指针指向他 A的Layout 然后我们加入 两个 把两个按钮加进去 一个查找按钮 然后还有一个关闭按钮 加入到 这个垂直布局里面 最后就是对 所有的布局 对左边和右边 两个布局 来进行一个水平的布局 QHBOX 这个我们就要 Main Layout 然后把 左边那个布局和右边的布局 加入在这里面 这个是 Lift Lift Layout A的Layout A的Layout 再把右边这个布局 放进来 最后给这个对外框设置一个标题 Cata Cata WindowTitle 我们就叫查找 Find 可以 现在呢 应该就可以 编一下 看看有没有写 哪里有写错的地方 没有写错 可以 看一下 效果 但是这里我们忘记了一点 把这个布局 设置为 这个对外框主布局 刚刚我们也看见了 这里运行出来是 什么也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主布局 放到这个对外框上面去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 C的Layout 我们再把这个 Main Layout 放到上面去 然后再来运行一下 可以看见这个对外框 已经出来了 这是 但是呢 现在我输入什么 在这个编辑框里面 输入文字 这个按钮呢 并没有变得有效 我删除文字 他也没有变得无效 这是因为我们信号和潮 潮案数还没有实现 然后接下来是实现这两个潮案数 当我们点击按钮的时候 我们会获取这个 编辑框的文本 并且获取当前 这两个负选框的状态 是否 已经被选中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这个功能 定义一个 Qstrain类型的 变量 我们就叫text 文本 来存放 这个Layout Edit 它的内容 怎么获取它内容呢 就 这是一个指针 然后我们用指针运算符 就可以 然后再使用它成员 函数 Tex 就可以返回 这个 文本框 Qlaedit 它的 上面的文字 它内容 如果不知道的话 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们可以看 帮助文章 Qlaedit 这里 Tex 通过 阅读这个帮助呢 我们也可以 找到这个函数 它的使用方法 接下来就是 是否 大消息 真的是一个美举类型 它有两个值 一个是 可以大消息 一个是 一个是忽视大消息 一个是 不忽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直接在编写器里面看 这里我 进入它 可以看见它有它是一个美举类型 然后有两个 选项 一个是case insensitive 还有case sensitive case sensitive 就是区分 大消息 而 这个 case insensitive 也就是忽视大消息 不区分大消息 我们这里就 要判断 是否 需要大消息 那么我们就要判断这个 按钮是否 被 按下 也就是说 这也是一个 看这个按钮 我们把它取名叫 Case Match 是 checked 这个函数 就是判断它是否被按下 这里我们用一个 三目运算符 如果被按下的话 那么我们就说 它是 区分 大消息的 case sen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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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的话 就是 不区分大消息 case in sensitive 三目运算符 三目运算符 这是C元里面 的一个唯一一个三目运算符 好像 这里我们就获取了 啊 这个按钮 这个负选框 是否被按下 如果按下的话 我们把这个 cs 啊 设置为是 区分大消息 否则的话 我们就不区分大消息 接下来是 看这一个负选框 它的状态 如果 这个按钮 被按下 被选中 应该说 is check 那么我们就 发送一个信号 imit 这里我们已经 定义好了 这个信号 如果被选中啊 就是向前搜索 我们发送一个信号 就是 imit 我们定义的信号 两个信号是 一个是 finelex 向下搜索 fine 向前搜索 如果 这个 backward 这个负选框被按下了 那么我们就向前搜索 我们 把 编辑框的文字和 是否区分大消息 这两个参数 都发送出去 如果没有 被按下的话 那么 我们就 发送一个信号 fine lex 同时 同时 也把 文本和 信息 发送出去 这里我们就不写 他具体怎么实现 查找什么内容 啊 我们这里只写到把信号 如何发送出去 接下来就是 是否让这个按钮有效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操作 这个按钮我们取的名字叫 翻译的 button 是 是否有效 它是否有效的取决于 编辑框是否有内容 这是编辑框传过来的一个 参数 如果是空的 那么呢 我们就让 他变得无效 这里 有点问题 is 这不应该是 意思164c 一内容 这里如果 Tex 文本这个 变量是要空的 那么 我们就 对他取反 取反的话 就是foss 一字 安不提 是 如果是空 那么他就是 处 处了我们再取反就是foss 最后来我们就c的内部foss 也就是让这个按钮 变得无效 然后我们再运行下 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否已经实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 首先输入文字 可以看见这个按钮已经变得有效 就删除文字 这个按钮就变得无效 我们文本发生改变的时候 也就这个qlite 他就会去 发送一个信号 text 就会触发一个信号 同时 我们去让他 执行这个潮函数 也就是说 也就是 设置这个按钮 查找按钮是否有效 我们是否能够点击 我们一输入文字 就去 执行这个 函数 这里就是这么一个方式 这个程序呢 我们现在已经一步一步的将它实现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小程序 然后讲一讲信号与潮 就深入理解一下 信号与潮 潮函数呢 其实和普通的c加价函数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它的一个 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它能够响应 信号 也就是说能够用信号来触发 触发潮函数 而普通的函数肯定是不能用信号来触发的 同时的潮函数可以是 虚函数 也可以被重载 它也 它的访问属性呢 可以是私有共有保护 这些都可以根据你的 需求来设置 这里我们是用了私有 你也可以把它设置为公有 保护都可以 同时你也可以重载 潮函数 比如说我重载它 那么我参数我后面可以加其他参数 然后你就需要用 对应的信号 同样 信号也有这两个参数 那么你就可以把信号和 潮函和这个潮函数绑定在一起 比如它也有两个 相同类型的 参数 这就是 潮函数重载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写 然后潮函数信号与潮的对应关系 这个是 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一对一 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 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这里 如果重载的话 那么 这个信号 这里不行 你 这是 这次 就不用这个举例吧 信号 一对 一 这里就是一个一对一的方式 比如说 我在这个 文本框里面数数字 他就去 执行这个潮函数 他和这个潮函数是一个 一对一的方式 然后呢我还可以让这个编辑框 去 把它和另外一个潮函数绑定起来 比如我们这里 把它和 关闭这个潮函数绑定起来 啊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里我也是随便试一下 我们现在期待效果就是 一输入文本 那么他就关闭这个对方框 但是很遗憾 没有实现 什么原因呢 注销一下 第1个信号与潮的绑定 然后再来实现一下 还是没有实现 为什么呢 啊 这里是 信号和潮的 参数 没有匹配 然后还有这个潮数的 库号 刚刚也忘记了打 再来一下 这里就实现了这个功能 我一输入 那么这个对方框 马上就关闭了 我们再把这个 这里呢 这里呢就是 一个信号 绑定两个潮 程序 边运行是没有错的 这个呢就是一个 一对多的方式 一对一的很简单 先前就是一个一对一 然后是一对多 这是多对一 多对一的话就是多个 信号 对应 同一个潮函数 啊这里我们是文本改变来对应 啊这里有一个 多对一的例子了吗 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多对一的例子 我按钮 点击的时候 他来 对应这个 超乱数 close 这个潮函数 还有就是我边境框输入的时候文字发生改变 他也来对应这个close 这个潮函数 这个呢就是一个多对一多个信号对应 同一个潮 然后就是多对多 多对多当然也是 多个信号对应多个潮这个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最后一个就是信号对信号 这个呢很少用 我在我还目前还没有在实际的应用中接触过 但是我们也可以来试着 写一下 验证一下这个 信号对信号 很奇特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 我 文字发生改变我让他去触发 我关闭按钮的 信号 关闭按钮有一个click 现在的效果就是 我已经把关闭按钮的点击 点击 信号和 关闭超乱数绑定起来 然后我现在又把 编辑框 文字发生改变 让他去 触发 关闭按钮的 点击 信号 这时呢 如果我们文字翻改变那么这个窗口 按道理来说 就是应该 关闭的 这么一个关系 我们验证一下 文字发生改变 这里能不能成功了 我也不知道 没有成功很遗憾 应该说是 这是 为什么呢 参数不匹配呀 当然这里参数不匹配 是传播过去的 所以这个信号一朝 没有真正的绑定起来 那我们就 不实现这个功能了吧 大家反正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 信号 去触发信号 就可以了 参数 一定要匹配 那么我们 才能 将信号一朝 有效的绑定起来 然后是 discollect 断开信号一朝连接 这里我也 举个例子 我先把 多余的代码删掉 这是我们原本的三个信号一朝 整理我们要实现 断开信号一朝 比如说我是 想 实现 我 点击一次按钮之后 然后第1个信号一场的绑里 断开他 那么我们就 在 按钮的响应函数里面 最后 加入一个 discollect 把这个信号一朝 断开 这里了我就断开了这个编辑框 他的textchange的和 这个潮暗数的绑定关系 信号一 他们的绑定关系 也就是我点击一次过后 然后再输入文本 这个按钮了 他的状态是不会再发生改变 我们验证一下 先输入文本 点击一下 然后 删除文本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按钮还是有效的 并没有 去死人 去死人 因为这个信号 雨潮的绑定 已经 断开了 注视一下 看一下 这样更明确 这里我们点击 再删除文本 按钮变得无效 为什么这个信号 一场没有断开 真的discollect 我们也简单讲了一下 他的作用是断开 已有的信号雨潮的连接 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信号雨潮的参数对应关系 那你我刚刚 没有成功的原因 就是因为 信号雨潮的参数 不匹配 这个是 很多 同学都会 犯的错 甚至我的同事 马虎的时候也会犯这个错 并且很难找出来 大家都不会注意到 是原来是 是信号雨潮绑定的问题 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信号雨潮里面绑定里面不能出现 参数名 比如说我这里 QString Tex 不能这样写 只能有参数类型 出现参数名的话是肯定会出错的 啊 这些个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观看 有' kep 是 有' 去